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看这个考试 考试是西红 西红 动词是普达 西红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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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剩下怎么说呢 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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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里南达 剩下的时间这个意思 我们看打工 打工是一个外来词叫 阿尔巴伊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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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 不大, 西方不大, 南大, 南大, 阿尔巴伊特, 阿尔巴伊特, 或者呢, 阿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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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只是我们今天的单词比较少啊,可是呢,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韩语的年月日的表示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年,年怎么说呢?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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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汉语说, 1990 年, 2001 年是一个一个数字读出来的, 对吗? 可是韩语的是按 2000, 1999, 2012 这样念出来的, 非常的特别吧, 那我们看一下 2000 年怎么说呢? 2000 年怎么说呢? 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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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2000 年的意思, 嗯,我们汉语里面也有时候说 2000 年, 对吧? 那么, 这个1999 年怎么说呢? 我们想一想, 一千九百九十九年, 这样读出来, 所以应该怎么读呢? 山九百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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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一九九八年怎么说呢? 山九百九十八年, 山九百八年, 照样说, 那么我们看, 今年, オレ, オレ是今年, オレ, オレ, 什么日에요? 是20022012年吧 怎么说呢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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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明年的 明年是2013年吧 那明年怎么说呢 2013年 2013年 对吧 2013年 这个是年的表示方法 是按这个几千几百几十几这样念出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月 月呢 是用汉字的数字来表示出来的 很简单 那么怎么说呢 word word 就是月的意思 那么 比如说一月 一怎么说呢 ir 那一加这个月怎么说呢 either 这个lir会变成有这个连音现象 会变成either 那么二月呢 很简单 二呢 是e 对吧 i word 三呢 是sam 所以呢 三月怎么说呢 sam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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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四月呢 是sour sour sour 五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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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很简单 or or 六月呢 要注意了 平常我们说的这个六呢 是这个you 对吧 是这么念的you 但是呢 他加这个word的时候呢 他加这个word的时候呢 这个后面这个pacin这个韵语呢 要去掉 不是不是这个you 而是you 而是you you 一定要注意了 没有这个kir 对吗 那么这个七呢 是chir 所以呢 七月呢 ch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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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呢 是par 所以呢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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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呢 是ku 所以呢 kuer kuer 这个十也是啊 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本来是这个sip sip 加这个word 但是呢 在这个十月的时候呢 这个后面的韵语 不要不要他 直接变成了siver siver 韩国有一个电影叫siver 有没有看过呢 十月爱 就是 所以呢 不是siver 是siver 那么这个十一月 十一怎么说呢 siver siver 所以呢 加这个word s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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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io 连在这个上面 lir 连在这个身位 发生两个这个联音的现象 所以要注意 siver siver 那么十二呢 是sip i sibi 所以呢 sibir sibir 所以一定要注意 除了这两个 比较特殊的 把韵尾去掉的 这个情况以外 都是用汉字的数字加这个word 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再跟老师读一遍 从一月开始 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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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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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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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十二月了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非常 比较混淆 而且也比较难记的 就是我们韩语的 新期了 那么我们想一下汉语 汉语是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没有七 一二三四五六 加这个日排起来的 对吧 那么我们想一下英语 怎么说 英语呢 也是很难 每一个都不一样 对吗 也是当时我们学英语的时候 也是非常辛苦吧 那么汉语也是一样 它是没有什么规律 是按照这个五行八字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月水火木金土 加这个要日 加这个优月 来排出来的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好像是比较生疏 因为它是 好像是这个五行八字 老师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是这样 这个日月火土 这样的东西 来排成了这个星期 那么从什么开始 从这个星期日开始 星期日呢 是这样读的 是这个日 日要日 叫日要日 日加这个要日 怎么说呢 大家看一下怎么读 一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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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这个有日 变成了一六一 那么星期一呢 星期一是用这个月 叫月要日 月要日是星期一 怎么说呢 我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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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星期二呢 是花 花是火 火要日 怎么说呢 花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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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星期三呢 是水啦 水啊 水要日 怎么说呢 树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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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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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期五呢 非常好的星期五是 是这个金 金要日 金与日 最后呢 是这个土 土要日呢 是星期六的意思 土与日 土与日 大家一想 怎么这么混淆啊 怎么背呢 那我只能说 这个背呢 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要一个一个背下来 那么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怎么说 每天这样 多读多练的话呢 恩战感啊 什么时候 一定会把这个东西 都背下来的 一定不要灰心 我们看一下 星期日 一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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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是一六一 星期一呢 是什么呢 我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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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花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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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星期四呢 木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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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金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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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土与日 土与日 所以呢 文化 木与日 木与日 这是他们的星期 一定要记住了 那我来问大家一下 今天是星期一 怎么说呢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是星期六 怎么说呢 今天是星期四 怎么说呢 这样子 熟悉了以后呢 就能很快的 说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课文内容 那么 孙悟和王力的对话 我们来读一遍 韩国语能力试音 언제 봐요 韩国语能力试音 언제 봐요 韩国语能力试音 是韩国语能力考试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 토피 韩国语能力考试 토피 这个呢 언제 什么时候 봐요 什么时候 考呢 这个 试音 不达 是考试的意思 那么这个 不达 是考的 这个动词 韩国语能力试音 언제 봐요 王力说 十月二十八号 怎么说 我们想一下 十月怎么说呢 西文 西文 18一 对吧 这个都是用我们的汉字词 就加上去就可以了 不是很难 西文 18一 那么 诚号怎么说呢 那么 那么 你学了很多汉语的学习吗 那么 那么 王力说 아니요 不是 阿尔巴伊特 が 있어서 시간이 없어요 这个 어서 我讲过的是什么呢 表示原因的 因为呢 有这个打工 所以我没有时间 阿尔巴伊特 が 있어서 시간이 없어요 那么 上后说 问他 阿尔巴 阿尔巴能 每일 해요 阿尔巴能 每일 해요 那么阿尔巴 是这个 阿尔巴伊特 一样 的 简称 那么 你每天打工吗 每일是每天的意思 每일 해요 那么 王力说 一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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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星期啦 一周 一周呢 세 번 있어요 세 번 三次 这个 번 是次的意思 番 番 就是次的意思 那么 一星期有三次 一周日 세 번 있어요 월요일 수요일 금요일 大家想一想 这个 월요일 是什么星期呢 是星期一 수요일 是星期三 금요일 是星期五 所以 一三五 我是有打工 的 这个意思 那么 上后说 바보게 내요 바보게 내요 这个 给 表示将来 但是 这里是表示 推测 那你一定 是很忙 表示 这个 上后 在推测 这个事情 토요일과 일요일에 공부 열심히 하세요 토요일 想一下 是什么 일요일 想一下 토요일 是星期六 일요일 是星期天 这个 과 表示 和 하고 一样的 意思 那么 星期六 和 今天 你 好好 努力 学习 吧 这个意思 我们再来 读一遍 한국어 능력 시험 언제 봐요 10월 일요일 일요일 10월 28일 이에요 그럼 한 달 남았네요 요즘 한국어 공부 많이 하세요? 요즘 한국어 공부 많이 하세요? 아니요 아르바이트가 있어서 시간이 없어요 아니요 아르바이트가 있어서 시간이 없어요 알바는 매일 해요 알바는 매일 해요 일주일에 세 번 있어요 일주일에 세 번 있어요 월요일 수요일 금요일 월요일 월요일 수요일 금요일 금요일 신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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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바쁘게 내요 바쁘게 내요 토요일과 일요일에 공부 열심히 하세요 星期六和星期天你好好地学习吧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发音 今天的发音是比较难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是经常会出现的 那么呢 바쁜 这个韵味呢 미응 이응 그외 那么这个 미응和 이응的后面是什么呢 영결 이응 这个 如果这个 미응 이응的后面有这个 这个 那么他们两个呢 就变成了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离儿就变成了 你응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能量 能量 是什么呢 是能力的意思 是一个纯粹的汉字词 那么它要发生音变 为什么呢 这个 영 是这个吧 它的后面呢 有离儿的时候呢 这个离儿要变成这个 你응 我们来看一下 能量 不是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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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能力 是用 这么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台通量 这个台通量 是大统领 这个什么意思呢 总统的意思 那么也是一样 它有 一응的时候呢 有这个 那么后面这个离儿呢 会变成了这个 你응 所以读快的时候 我们要说 台通量 台通量 不是台通量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韩国的江源道的一个城市 叫做江陵 江陵 这个地方呢 对于中国来说 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它申请了这个端午节的物质文化 这个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 叫江陵的地方 那么读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不是 康顿 是康顿 康顿 为什么呢 你응 后面有离儿的时候呢 这个离儿要变成 你응 所以呢 康顿 这个意思 大家呢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单词呢 也并不是特别多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啊 一个日历 是几月呢 有多一点哦 七月 七月 七月份 무슨日예요 2011年 这个一千 二零一年的 七月份的一个日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日历里面有什么内容啊 第一个问题 生日是生日的时候 是生日的意思呢 那么几月几号 这个是几啊 几 这是月 这是日 这么 这个 本来呢 是这样写的 苗 月 对吧 啊 但是呢 在韩语里面 现在呢 已经把它变成了 按照发音来标记的一个新的单词 叫做 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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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写的 是这样写的 一定要记住了啊 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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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是七月几号 我们看一下 生日在哪里呢 在这里啊 是七月十五号 对吧 所以怎么回答呢 参与人 七月十五号 七月十五号 那么第二个 두 번째 언제 시험 봐요 언제 시험 봐요 什么时候考试 在哪里 在这里啊 这个 七月二十五号考试 所以怎么说呢 七月二十五号 七月二十五号 시험 봐요 七月二十五号 시험 봐요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언제 여행 가요 언제 여행 가요 여행是这个旅游 가다是去旅游 什么时候去旅游呢 치유아是 치하旅游 所以呢 七月二十七일 여행 가요 七月二十七일 여행 가요 再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个 七月一号 是什么星期 那么刚才我说了 问星期的时候 怎么说呢 무슨 요일이에요 对吧 칠る 일이는 무슨 요일이에요 칠る 일이는 무슨 요일이에요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七月一号 是什么呢 星期五啊 星期五怎么说呢 금요일 所以呢 칠る 일이는 금요일이에요 금요일이에요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日历 最后呢 我们再来读一遍 我们的对话 然后就结束 今天的这个课程 한국어 능력시험 언제 봐요 한국어 능력시험 언제 봐요 10월 28일이에요 10월 28일이에요 그럼 한 달 남았어요 그럼 한 달 남았어요 그럼 한 달 남았어요 남았네요 요즘 한국어 공부 많이 하세요? 요즘 한국어 공부 많이 하세요? 아니요 아르바이트가 있어서 시간이 없어요 아니요 아르바이트가 있어서 시간이 없어요 알바는 매일 해요 알바는 매일 해요 알바는 매일 해요 일주일에 세 번 있어요 일주일에 세 번 있어요 월요일 수요일 금요일이에요 월요일 수요일 금요일이에요 바쁘겠네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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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토요일과 일요일에 공부 열심히 하세요 토요일과 일요일에 공부 열심히 하세요 오늘 저희는 끝이 Comes 우리의 마지막에서 끝까지 전 아직까지 하나씩 closet 이제 제가 간단하게邀欢迎을 드릴게요 형 Cler다 그래서 제가 조금씩 한 번 말씀하시는거에요 마지막으로 저희가 테스트 해석을 통하고 여기에서 시작합니다 我们今天很重要的 新期的说法 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课程 就到上到这里了 여러분 수고하셨어요